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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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卡洛斯 說起來我搬來這裡 已經將近有兩個月 一直都有批批批批 普普貼貼 使得家更合自己的心意 做來做去都沒有完成 早兩天我聽到我新校長跟我說 他說他家的裝修 長期都是做了90% 因為永遠都可以繼續改進 但是聽說他家剛剛做完 大裝修 如果連他都說長期完成90% 那我想我這裡的完成率 只是10% 那今天我要進行什麼任務呢 主要就是我搬到這裡 還有很多雜物沒有地方放 就好像我面前這個行李箱 其實因為疫情 已經有兩年沒有用過 雖然我已經雙中有箱 再放了箱進去裡面 省回一些位置 但是你看到整個東西放在這裡 還是很阻定的 既然如此 我就要找回整個屋 看看有什麼地方可以放置它 而又不阻礙我 平常的器具飲食才行 正常來說 香港寸金赤土 當然是向高空發展的 但是這個圓關位 有眼燈在這裡就不行了 看看兩間房間中間的走廊 一早就已經做了假天花了 也都是沒有裏粉的 幸好後來我老婆發現到 在主人房入門口的上面 是有個空間的 究竟這個空間 夠不夠放到一個行李箱呢 那就要量一下才知道 那它的闊度呢 是83.5 而深度呢 就是65.5 咦 這樣就夠放了 於是乎呢 我就走了過去4B區 找了這間木行去戒板 那你當然會問我 為什麼不在自己工場鋸 是不是第一 工場呢 還沒裝修完 第二 難道我鋸快 83.5 x 65.5 的板 我要自己買一塊 400呎板 回到工場自己鋸嗎 所以出去找人訂街呢 就是最經濟 最省水省力的了 一塊黏了 單面防火板的板 都只不過是75元而已 好了 把板拿到回家呢 我就要想一下 怎樣把板放在這個地方 我可以裝幾條的鋁角 但是老實說 我就覺得那個行李箱 不是那麼重的 就是用這些L型件都可以了 首先呢 我就在門框上面畫線 安裝第一個L件先 怎樣轉孔的方法呢 之前我都教過大家了 為免之後呢 吸塵吸塵辛苦了 一定要接個紙袋 去兜著轉出來的塵 然後一個人轉過去 再打個膠質 撕走那個紙袋 就可以用子宮螺絲安裝 L件 每一邊最少都有兩個L件 所以另一個都是這樣安裝 門框頂裝了兩個L件之後呢 你一定好心急在旁邊都安裝了 但是千萬不要心急啊 因為快板的旁邊 必須要安裝得水平的 要不然那個行李箱就會滲下來的 只要用水平拆拉好就有直線了 旁邊的地方也可以安裝L件 做法跟剛才一樣 轉孔打膠質 安裝L件 剛才說了 每一邊都需要兩個L件 所以三邊加起來 總共是六個 我們可以放快板上去量一量位 真正沒有問題了 先安裝所有的L件 好了 六個孔都轉了 六個L件都安裝好了 我們就真正可以放快板上去 當然就這樣放快板上去 都已經穩陣了 但是不想它移動 最好六個件下面 加多一個子宮螺絲去收緊它 這樣就安全第一 萬無一失了 好了搞了那麼久 真的要測試一下它活不活 咦 真是飾到沒得頂啊 最好東西就是關門都不影響 現在疫情這樣 有排都用不了你的了 就屈袖你在這裡冬眠一下 好明顯呢 做了一些小的工序 家裡真的會多出更多可以使用的空間 而這些所謂小工序 都是卡洛斯以前曾經教過大家的 家居動手的小常識 只要能夠活用這些技巧 很多困難都可以迎刃而解的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為止了 我是卡洛斯 喜歡我的影片的 請你訂閱 按讚 還有分享出去 再見